这青年侍从 只向附近一座山峰 给韩丽看 打这儿看去 隐约能看到 峰顶坐落着一片建筑 白酒山庄 韩丽喃喃自语一声 脸上闪过一丝古怪的表情 挥手就打发青年离开之后 二话不说 直接朝那座山峰飞去了 韩丽很快落在山峰之上 眼前是一座 珠门白墙的大庄院 上面写着 白酒山庄四个大字 龙飞凤舞 鼻走龙蛇呀 只是这四个字有些散乱 仿佛是大醉之后 随意书写的似的 韩丽迟疑了一下 展开神石 眉勺一挑 那挥袍老者 果然正在里边呢 这整理一下 衣衫推开大门进去了 院中坐落着一个大天井 天井两侧呢 各有一排和偏殿内一样的盆栽 里边种植着各种灵草灵花 不仅灵气盎然 还散发出一阵阵浓郁的芬芳 韩丽目光一扫啊 眼睛微微一亮 不远处的一个盆栽当中 有一株绿色的灵草 足有一人多高 上面结满了 累累黄色的豆子 这些豆子 竟然跟他当初 从天鬼宗两位大成手里 抢来的冰豆 颇为相似 韩丽心中一动 打量了好一会儿 收回了目光 走到院内一个厅堂前 敲了敲门 胡言长老 胡言长老 晚辈丽飞雨求见 说完韩丽就在门外边等着 片刻之后 门厅 咯吱 一声打开了 一股浓郁的酒香扑面而来 这胡言长老面色脱红 醉眼欲睡 手里拿着一个清脆欲滴的酒杯 胡言长老啊 把这个杯中的穷酿一饮而尽 扎巴了一下嘴 这才漫不经心地开口 啊 是你啊 呵呵呵 这么快就回来了 说完这话 胡言长老转过身来 一摇三摆往里边走去 在一个躺椅上躺了下来 拿起旁边一只翡翠酒壶 把手中的玉杯针满 再次仰头饮下 真是好酒啊 韩丽缓缓走进屋中 看着眼前这个醉醺醺老头 眉头微微一皱 但接着便舒展开奶 开口说道 胡言长老 在下已经完成了任务 是一头即将突破真仙境的赤溪 潜入到火云山顶 已被在下除去了 啊 我已经接到传讯了 呵呵 你小子不错啊 做事是干脆利索 胡言长老看都没看韩丽 说话间又各自斟了两杯 韩丽冲着老者拱拱手 多谢长老赞赏 在下想要接下一个任务 呵呵呵 小子 你急什么呀 既然以修行万载 历劫成仙 获得无上寿源 图的是什么呀 啊 是一山天海 翻云覆雨啊 还是受世人敬仰 任天地逍遥啊 这些都不过是过眼云烟 还不如老夫手中这一杯 忘忧啼壶啊 胡言长老 不知从哪儿掏出 另一只酒杯针满 拍了拍身旁一个椅子 示意韩丽坐下 来来来来来 好好陪老夫喝一杯 再说别的啊 韩丽的心中虽然不愿意搁这耽误功夫 但是似乎想到了什么 还是坐下来 拿起了酒杯 那如此就叨扰了 胡言长老拿起酒杯和韩丽 碰了一下 来来来干一个 嘿嘿嘿 这就对了 对酒当歌 及时行乐呀 这才是老夫的唯一先之道 来干 韩丽见此当即也把杯中之物 仰头喝下 这一口穷酿入侯 甘烈如頤 只觉得是先凉后热 先热后凉 丹田那顿时升起一股暖流 朝四肢百还散开 整个人顿时放松 酥麻无比 跟过了殿似的 这种感觉 就似乎自己突然间 腾云驾雾而起 耳边鲜月飘飘 一股飘然欲先之感袭来 韩丽脱口而出 好酒啊 爽快 常人道酒能乱性 殊不知这一醉过后 方能率性而为呀 这大道三千 人生百味 或许只有在醍醐灌顶之后 再更亦体会 你我虽修的是仙 但这道却非物不可得 来来来 喝酒喝酒喝酒 忽言长老笑着 又给自己和韩丽 倒了满满的一杯 韩丽闻听此话心中不由一动 这醉酒老头此番话 看似胡言乱语 却似乎远含着某种深意 我重返仙界之后 可谓是步步惊心的 心中时时带着一丝警惕 无法坦然面对着世间万道 这种感受和我当初憧憬那种 逍遥自在的仙人 可是大相径庭啊 但韩丽这种失落和压抑 在遇到这醉酒老头之后 似乎被他一杯酒一席话点开 有种豁然开朗之感 让韩丽心中不觉地认同了这番话 我从一个山村穷小子 一步一步修行至今 时时刻刻处于压力之中 难道无时无刻的亡命修炼 才是我存在的意义吗 既然已经得道成仙 可与天地同寿 如今又身处大宗之内 所拥百万领地 我似乎也应该及时行乐 好好享受一番了 此外 或许多放下一些枷锁 也能离大道更近一些了 不 不对 韩丽猛然摇头 把这些念头全部抛开 当年初入仙界之时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 才误以为大道继承可以逍遥仙界 这才遭人暗算 重伤失忆 丢失了青竹风云剑 谢道人他们 否则以我一向谨慎小心的圣格 岂会再这么大跟道 我如今刚刚站稳了脚跟 即可真的放松警惕 再次重蹈覆辙 使得万载修为毁于一朝 这仙界看似天下太平 实则暗潮汹涌 危机四伏 我必须要更加小心 方有一线机会 能有他日成就大道之日啊 这些念头在韩丽的心中 一闪即逝 让他背后出了一身冷汗的同时 心中某种信念却不知不觉 变得更加坚定了 韩丽端起酒杯喝下去 口中再次大赞一声 好酒 前辈 这是清理酒吧 果然是极品好酒啊 韩丽的眼神变得清明无比 此刻耳边迷迷的鲜乐 也不知何时 已然听不到了 你小子也懂酒 不敢说懂酒 略知一二罢了 我对于酒本来知道就不多 也就是当年横渡雷暴汉阳时 时常被孙客拉着一起喝酒 那孙客对于各种酒类 吱吱甚详 我耳辱目染 了解了一些 而这老头方才给我倒的这杯酒 恰巧孙客也请我喝过 只是当初喝时 却没有今日这般感悟啊 好好 我原本看你小子就颇为顺眼 没想到也是同道中人 那再好不过 来来来 陪老夫再好好喝几杯 忽言长老大喜 起身返回屋中 他再次出来的时候 双手捧着七八个式样不同的酒壶和酒具 如鼠家珍一般摆到了桌上 这些装酒的酒壶啊 真是各式各样 但是酒杯呢 是各具特色 那有同尊 玉杯 墓杯 石杯 金杯等等 每个酒杯上还鸣刻着一些怪异图案 并未寻常装饰仿佛符文一般 韩丽目光一扫之下 发现这些酒壶酒具 每一样都是一件法宝啊 至于有什么功效 那就不得而知了 韩丽看着琳琅满目的美酒酒杯 心中起了一丝兴趣 笑着问道 忽言长老取出这么多不同的杯子 莫非每一种酒 还需得配上专门的酒具吗 那是自然 所谓好马配好安 饮酒之道也是如此 只有美酒 却无相应酒具 再好的美酒 也会减去三分的胃啊 比如这清离仙酒 色泽清离 需得配上天清翡翠所致的玉杯 又比如这坛洪桑仙酒 以清香著称 需得用万年清藤杯饮汁 才能平添酒香啊 这忽言长老眉飞色舞 大谈何种美酒配什么酒具 韩丽一边听着一边点头 端起那洪桑酒 浅尝了一口 眼睛顿时一亮 当初在跨海菊州上 我和孙客喝过此酒 当日和孙客喝的洪桑仙酒 乃是他天生珍藏之物 橙色绝不比眼前这个差 只是眼前这酒杯 酒杯清香远胜先前啊 韩丽又饮了一口细细扎沫 很快发现了端倪 啊 这青藤杯中 隐隐透出一股骨藤气息 和酒味缠绕在一起 才使得了酒味大增啊 忽言长老先前虽然说是 头头是道 韩丽心中将信将疑 此刻才确信的所言不虚 这洪桑仙酒 乃是一千年洪桑果酿制 此果乃是活属性灵才 青藤杯又蕴含木气 以木生火 果然酒色大增啊 不错不错 你小子有眼光 来来来 再尝尝这壶流光仙酒 忽言长老眼中闪过一丝赞赏 拿起一个白色酒壶 又倒了一杯琥珀色 流光溢彩的酒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